豪源中立華泰民品城27號市府派行銷人員 在外頭全面消毒 因為他們接過確診足跡 業者當天也公告必電進行大規模清銷 他是3月9號入境的 然後就是完成了整個居家檢疫 然後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間 所以他是可以外出的這樣 確診男子案22713是境外移入個案 這個月9號從越南入境 在自主健康管理期滿之後 在家快篩都是成陰性 一直到25號陪妻子就醫 進行PCR採檢才發現自己確診了 CT值35.17 協清抗體陽性 目前匡列兩名家人 不過由於案22713自主管理期滿之後 曾多次到外面餐廳用餐 七處足跡點緊急消毒 20號中午他到原創石頭火鍋 傍晚又到平鎮的海岸庭園活下之家 隔天中午到龜山區的阿仁生草五股鴨肉羹店 23號傍晚則到過盧竹區和來上海湯包用餐過 24號除了去過華泰名品城 還在瓦城桃園星光影城店待了一個多小時 接著又到瓦城中立大江店 當地衛生局公布足跡 請民眾多加留意 如果足跡重疊趕快篩檢 並且注意自身健康狀況 其預備的新聞料中心 在武漢林蔡英桃園廠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字幕提示